小李 孩子这么小 你就让他自己洗碗洗衣服啊 从小养成好习惯 他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照顾自己 不让父母担心 女的觉得那种做法怎么样 您好 我家里的洗衣机坏了 麻烦你找个师傅来修修行吗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洗衣机哪儿出了问题 开关好像坏了 知道了 请告诉我详细地址 我马上就安排师傅上门修理 女的遇到什么问题了 今年你还打算继续留在海南吗 是啊 我们公司准备在这里发展 所以我暂时不能回去 太羡慕你了 我还从来没去过海南呢 有空的话 你就来玩吧 这儿景色非常不错 男的为什么要留在海南 李先生 如果你要报下个月八号的旅行团 那么准备一张照片 填一份表就行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李先生 李先生 下个月可能去旅行 我收到这家银行的入职通知了 但还没有决定去不去上班 因为这家银行 离家太远了 每天光在路上的时间就要三个半小时 从他家到那家银行得十三个小时 盒子里面有我刚买的烤鸭 很好吃 虽然你正在减肥 不过少吃点也不会胖的 一起吃吧 盒子里有烤鸭 下个星期日有同学聚会 你打算参加吗 我当然要去了 这可是咱们班毕业以后的第一次聚会 同学聚会什么时候举行 我一会儿要去超市 你要买点什么吗 回来的时候 你顺便帮我买一本杂志吧 是买手机爱好者吗 是 我昨晚就想买 但是忘记带钱包了 男的让女的买什么 你的桌子上没有 是不是放家里了 不会的 今天早上是我开的门 那你到底放哪儿了 你再看看你包里有没有 包里我刚才找过了 没有 我去门口看看 他们最可能在找什么 下面的这个节目 将有十位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 一起为大家表演 听说 他们为了这个表演 练习了两个月 让我们鼓掌欢迎他们 那些留学生表演了两个月 老师让我们看的参考书特别厚 而且内容也很难 我上个星期开始看 到现在才看到六十八页 这样下去 三个月才能看完 他一个月能看完那本参考书 我新买的电脑 用了一个月就出了问题 所以 今天我打算带着电脑 去商店问问 能不能免费修理 他的手机坏了 小姐 您好 您要买什么家具 我可以帮你推荐一下 好的 我要买一个沙发 有黑色的吗 女的 要买什么 你知道 盐在哪儿吗 在厨房桌子上 左边是糖 右边那个就是盐 你不要拿错了 男的在找什么 你的家人喜欢看京剧吗 除了爷爷和奶奶 其他人都不怎么感兴趣 我有两张周日下午 上海大剧院京剧演出的票 送给你爷爷和奶奶吧 太好了 他们一定会非常开心 谢谢你 不客气 演出是哪天的 演出是哪天的